说什么 一个团长去当民兵了 这 这处罚的未免太重了吧 重吗 老子没毙了他 那就是开恩了 只是可惜了 杨志华这个团了 说实话 杨志华是个难得的将在 只是需要磨练 对了 不知道我弟弟在哪儿 我这次来顺便想见见他 他在新七团 你要想见他呀 我马上把他给叫 景元 爸 马上骑马到新七团 把杜教官请来 是 来 都了解清楚了 我听说 枝月圣南这两天 就在这条街上 要搞一个欢迎仪式 迎接最后一支部队回来 他要亲自接见 一定要干掉他 干什么也 大爷 帮帮忙吧 记福记得嘛 生个儿子当大官 生个女儿抱金川 生了儿子了 放开 赏爷吧 大爷 赏爷吧 赏爷吧 放开 别找麻烦 我枪没了 我的也没了 追 阁下 我们已经得到 确切的消息 杨志华已经被降职了 无限他现在 一定身不如死 这种状况 你杀了他 孩子 杨志华 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 但不管怎么说 在日本人重重跑为之下 还能带着 二百多人出围出来 也算是 给新齐团留下点肚子呀 别提他了 提起他呀 我就一肚子的慌 报告 杜教官 杜教官不见了 不见了是啥意思 人呢 找不到了 问了新齐团的人 他们也不知道人在哪儿 谁有此理 好好一个大活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 会不会 回新二十去看朋友去了 也有可能 这样吧 我马上赶回去 你们有消息 马上通知我 我告辞了 好 实在抱歉啊 站住 站住 我跟你说啊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不想惹事 帮我们东西还给我 否则的话 我对你不客气 你说啥呢 把东西交出来 你可别怨恨好人哪 我虽然是个叫花子 但人穷志不穷 我可没拿过你们的东西 好好 不伤害你 我就先搜搜你 我告诉你 看见没有 是不是那个人 拿你们的东西啊 是不是丢了这个 过来拿呀 对 对 师部刚才发来了战报 身陷扫荡的鬼子 已经叫我们全面击溃了 我们的部队表现得非常不错 师部特别发来了嘉奖令 好啊 总算给老首长他们解了围啊 你先别高兴啊 老总啊 还特意地问到 咱们丢了崇家庄那件事情 你说这报告我怎么写 我能说 这杨志华 是为了追击只野圣男 丢个阵地 那师长知道了 还不得要他的命啊 那就算在咱俩身上呗 不过这件事啊 咱俩确实有责任 你说吧 我干了你一辈子 我这头一回替别人背黑锅 我呢 报告 贤二师那边的人说 杜教官根本就没有回去 你看看 这不全乱套了 一个大活人说找不着就找不着了 你让我怎么跟杜青石交代呀 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没一件事情让我省心的 杨志华人你找了没有 找了 现在别说杜教官 连杨志华人也没了 胡教官说 昨天夜里他们俩人喝酒呢 前半夜再喝酒 后半夜人影就没了 他这一说我倒想起个事来 这俩小子会不会跑出去干坏事啊 你去 带着人 包 叫更多的人 马上去找扩大范围 越快越好 好 去 这俩小子呀 现在是无拘无束啊 他俩绑在一起 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天都能捅着个大娄子来 去哪儿了呢 好 我跟你说啊 你们到底什么人呀 把枪给我们我马上就走 好 不想惹麻烦 就赶快照拜 否则把你们叫花的窝给端了 死到临头了 还敢说这话 也算是条汉子 说吧 你们是什么人 过路的 过路的也敢琢磨去杀日本人 胡弄鬼呢 我告诉你啊 今天大爷心情不错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要是再不说实话 我就把你们装麻袋里 人和力喂鱼行不行 你既然都知道 我们要去杀日本人 你也是个中国人 中国人干吗要为难中国人 你甭跟我说这些 你到底是什么人 包给他 八路军 杨志华 什么 杨志华 八路军冲那个杨志华 没错 一炮差点轰得只眼的老鬼 轰得去见阎王的那个杨志华 怎么了 不可能吧 杨志华能这么笨吗 但一个人就想去刷只眼 这跟你有关系吗 再说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计划的 你们瞪着像牛眼睛似的 看着智野圣南 我当时感觉你们浑身 都散发着一种杀气 瞎子能看出来 其实啊 你们俩奔着智野圣南 过去的时候 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只是没想到 你就是杨志华 那你既然看出来了 为什么破坏我们计划 有 臭小子 我救了你们 你们不感恩也就算了 昨天还埋怨上我了 我告诉你 刚才你们俩要真动手了 能不能杀之也还别说 但你俩的小命 肯定是留在那儿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这次来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都说八路军有种 这话还真不假 可有种归有种啊 你们这脑子可不太够用 你们想想 就算是你们两个想找死 也得想想老百姓吧 你们俩这抢一抢 这群老百姓 无缘无故地 都跟着你们遭殃了 这跟你没关系 来 请问尊姓大名啊 还尊姓大名 叫我老苍好了 弟兄们 把枪给他们 老苍 谢了 告诉我 等等 既然你们想杀之也 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 老苍 看你们俩这打扮 也不像是有梁明正的人呐 这城里的旅店 可没有接你们这样的 你们要是不嫌弃 就留下来吧 住在这儿吧 既然你已经知道 我们想干什么 就不怕牵连你吗 我们都成叫花子了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早死早脱生 兴许来世 不是 投胎还能找个好人家 怎么了 看什么呀 嫌我们叫花子窝藏啊 我们是拔路军 连死人的坟头都睡过 何况你这个花子窝呢 祝多命 dueisk 都留下来 下来 怎么快已经有 Are you sure today 明天这也早看出蛋了 我 suffers 说什么呢 你不也没睡着吗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在想以后 我怎么办 干点什么 怎么 你要离开八路军 你谁说 杀了职业盛南 你继续当你的民兵 我当我的团长 继续杀鬼子 想那么多也没用 先想到这次 能不能活着出去吧 都我倒 飞机来了 你们都我倒 跟他 我倒 你们都我倒 我倒 老苍 老苍 不用管他 他经常这样 过一会儿就好了 我倒 我倒 老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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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 我又说梦话了 老苍 老苍 你原来当过兵吧 身上有一个枪眼啊 而且刚才你说梦话 说什么飞机呀卧倒啊 小鬼子 咋回事 我是吃过兵粮 曾经在八十八市 做过上校团参谋长 你这个上校团参谋长 怎么混成个笑花子了 那是民国二十六年 日本人打完上海 紧接地就去打南京 我们是和其他兄弟部队 奉命守卫南京 后来我突围的时候 腿就受伤了 和部队走散了 八路居那边来了消息 还是没有找到清雲的下落 可我听说这个杨志华也不见了 你说什么 杨志华也不见了 我明白了 是不是这两个小子 一起去干什么事了 他们俩能干什么呀 我估计他们俩 去找知业盛囊去了 就他们两个人 杨志华 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再加上清明 你信不信 把他们俩派到东京去 他们连日本天皇都管辞杀 你准备一下 明天一早 我就动身 带上黄震涛 动身 你要去金县啊 清明的脾气我太了解了 如果我亲自去 谁也别想把他给劝还 县城里面呢 还有一个军统建的秘密的据点 你们进城以后 就在他们这儿落脚 他们会帮着咱们找人的 老陶 我跟你说实话 这次我们哥俩进城 就没想活着回去 这杜清明 一个团的兄弟 全都刺在职业盛囊的手上 我呢 老陶 老婆 孩子 好兄弟 战友 他们的牺牲 都跟这些生男友关系 没别的 我就是想亲手杀了他 要他的命 就算你们想要他的命 也不用应聘呢 十四集团军 魏羽成司令的魏队长 已经答应和我们见面了 明天他就会过来 非常好 只要收买他的魏队长 我们就能顺势除掉这个人 可算是除掉了一个心腹当患 你准备一下 明天去和他们谈谈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不是我杀的 难不成还是他们亲自送过来的 你别看我这腿脚不利索 但杀几个落单的鬼子 还真不在话下 你做了一个叫花子 是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是吗 也不是 我的腿瘸了 不当叫花子 也干不了别的 我杀鬼子不为别的 只为我那帮 战死在战场上的兄弟 我现在每杀一个鬼子 我的心里就多一份书的 既然你们想杀之也甚难 就算我一份 你别说 老沧 我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 还真需要你帮忙 那咱们话得说清楚 在行动之前 咱们有事商量来 可别像你们之前那么莽撞 是 老沧说得有一些道理 我看接下来啊 咱们首先要掌握 职业圣男的行踪 然后再制定 怎么干掉的 在任何地方 任何人的消息 都没有花子灵通 这样 我明天就派人下去 到各地各处 打探消息 职华 要不我那一处太眨眼了 还得换行道 吹什么呢 吹什么 你这衣服都松了 这花子衣裳 还能冒出什么香味来啊 你们两个别愣着了 赶快喊吧 喊啥 你说喊什么呀 你们现在都是叫花子 不喊还等着天上掉馅饼干 我们又不是真的叫花子 你们现在就是叫花子 要装就装得像点 不然小鬼子该放线了 要喊你喊 你咋不喊呢 我是当叫花子头 我们这行有规矩 当头的不能喊 别吵吵了 快看 秦先生 对于我们开出的条件 你还满意吧 满意满意 说实在的 魏司令对我也是有情有义 但是能给我的 还不及皇军的十分之一 所以 满意就好了 林海波这个王八蛋 早晚得弄死他 师座 怎么会是他呢 林海波是鬼子 他可不是在这儿吧 我说的是和他身边说话的人 那人你认识啊 他叫秦刚 是魏司令的卫队长 这人你认识啊 曾经做过我哥的富贵 后来因为身手好人 被魏司令发现 调到身边去了 我还不认识他 到时候会让支野大佐重重的伤 谢谢台军 那我就先告辞了 来 都市长 那您这次亲自进城 有什么急事吗 我来找我弟弟 我估计他会在城里 具体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帮助您 这有什么话呀 我要是知道 还会亲自来 最近城里有什么异常了 没有 安静得很 日本人那边呢 自从跟八路打乱成异常胜仗以后 王爷的小滚子 跟过年似的 天天忙得各种庆功 想点办法 把支野盛楠 最已经的日程搞得好 我想想办法 当了一天叫花子 什么也没打听出来 明天我看你们俩去吧 我就想想别的花子 你别太丧了 你不是也有求获吗 至少看见你老熟人了 对不对 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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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了 我听剧院看不上老头说 那个明天支野盛楠 要举行什么庆祝仪式 晚上的时候会在剧院唱堂会 支野盛楠和大大小小的鬼子 二狗子军官全会去 这是不是有好机会啊 好个屁啊 你没听说吗 大大小小的鬼子都到 连二狗子军官都能到 到时候肯定是戒备森野 我们怎么下手啊 就是能打 打完了怎么撤出来啊 既然不能打 那就用炸药呗 你有什么主意啊 老苍 把你那几根雷管 贡献出来吧 请 最好再给我找个马蹄表 马蹄表 马蹄表 马蹄表干什么 这你就别跟我跑 你说这小鬼子 多可恶 为了庆祝打败咱们部队 明天在西院要举办庆祝演出 所有的军官全都参加 可恶不 可恶 你听我跟你说 这次你只负责带两个人 剩下的就不用你管了 带进去 他们干吗呢 这你就不该问了 不该我问 明天晚上日本环军在西院里摆卸台 你让我带两陌生人进去 出了啥事 那是要到脑袋的 老东西 奄奄又犯了吧 给你可以 这事必须帮我 行行 没问题 一定吧 我的亲家也 这可死烟鬼 行啊 没看出来 你还会做这个 我想你也看不出来呀 听说过吗 当年阿尔兰人为了反抗英军 连几岁的孩子都会做这个 了不起 我都安排好了 明天戏开演之前 看门老头儿 带你们从后门溜进去 老苍 那明天的事全靠你了 放心吧 小华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爸爸已经离你而去 这一切 都是枝野生难造成的 妈妈要给你爸爸报仇 希望你能理解妈妈 抱歉 妈妈不能再继续照顾你了 但我坚信 小华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没有妈妈的小华 同样也能茁壮成长 我会委托张克霞叔叔照顾你 你要好好学习 听张叔叔的话 长大后成为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 最后 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就是 其实杨志华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的父亲是杜清明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事 但这却无法改变呢 等妈妈确信一点 这两个爸爸 都会像妈妈一样 很爱你 爱你的妈妈 杜市长 打听清楚了 枝野生难今天在城里的大戏院看戏 还有请不少人 如果枝野生难去的话 我想清明一定会出现 能不能想起办法 把我没给弄进去 应该不成问题 等会儿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毛总 他们两个是修点灯的 今天晚上这么重要的事 得把灯都检查一遍 要是碰上个不亮的 台军怪就下来 我们就不好办了 进来等会儿 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打开看看 这黑色管子是什么呀 电阻棒 都是修电用的工具 进去吧 谢谢老总 好奇怪 明明就放过了 看见李慕兰了吗 没有 这一天都没看到他了 奇怪 你找什么呢 我这枪不见了 你说你这一天 你那丢三拉四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 我跟你说 今天的枪你要是找不着 你看我怎么处复你 奇怪了 明明当正了 我们已经派人查实了 此处房产 落在一个冯济实业公司的名下 业主叫冯才 可是这个冯济实业公司 却没做过任何生意 看来秦刚的情报非常可靠 看来秦刚的情报非常可靠 你去安排一下 连夜把这个除掉 是 缓军来传话了 说第一排得留着 不让做人 行 我们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 两位笑一点 谢谢 那看来 肯定他们做第一排了 就这几个雷馆 能把他们炸死吗 就这几根 后两排的都得跟着见野猫 那干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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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请紧 你不长眼啊 小姐 你一个人来的吗 对不起啊 是我不长眼的 别生气 怎么啊 就你一个人啊 你看你这么漂亮 你一个人出来多不安全啊 现在这社会多不太平 我一能保证你的安全 二还能陪你聊天 走呀 一块出去玩去 小姐 等我呀 你这腿脚也太快了 我差点就没跟上 一个人出来多寂寞呀 哥哥我有钱 带你去外面玩去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是不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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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能这么玩 这 这容易交火 就他们见我啊 怎么了 刚才不按说带我去玩吗 这么一会儿便挂了 我那是跟您开玩笑呢 我这就走了啊 别动 我当真 走啊 看戏去 不是 不是 这 这 这个 这个也太刺激了这个 来 长短装好了 装好了 怎么样 这些圣诞来了吗 还没有呢 还没有呢 还有五分钟开业 我射箭十五分钟 午后保证 我们再六十分钟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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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人 三妹 小心 散热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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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ヴィッ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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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诸位 今天是为了前夕日子 和八路军拼死奋战的勇士 而军心的慰问野车 我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 深爱这片土地的文化 所以我希望 我们很多的勇士 也要了解中国的文化 因为将来帝国的文化 要和中国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是因为正元这个老同伴 做梦里没有想到 我会在底下听他训话 看到清明了吗 没得懂了吧 五天以后 我们在座的很多勇士 将要奔赴南方的武汉战场 等待你们的是最残酷的战斗 但是我相信 我麾下的勇士 会为皇国的心扉 抱着求死一战的决心 五天后 我会在城外 为我的勇士 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为你们建训 下面 请大家观看精彩的节目 小鬼还挺能折腾 听戏不就完了吗 还搞什么阅兵 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反正是他最后一把了 好 职业军 楼上的包厢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在上面看 小鬼会更好一些 也安全 请 好 少女吧 没坐在那儿 马了 我就说了 不能相信那包要换的 别着急 做第一排的 不是鬼的就是汉奸 炸死了活该 咱俩一会儿跟他们拼了 只要一爆炸 咱俩就冲过去 干掉这老鬼的 就这么定了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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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多长时间 两分钟 慕兰 你说谁 慕兰 他不在那儿呢吗 他怎么来了 来不及了 好 来 好 你打他 快跑 走 走 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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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榜 大哥 快跑 快走 兄弟们 掩护 是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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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远 你没事 你没事吧 保持上说你们死了 志华呢 志华呢 没事 我们都好好的 你放心吧 太好了 你怎么紧张了 我想问你 你们这些钱 都待在哪儿了 我根本到 我这一身走味儿啊 给你帮乞丐躲在一起 别动 李明 大哥 你怎么来的 我胆儿真大 几个侦儿 就想杀 这也是难啊 杜青石 你还记得我吗 木兰 你要干什么 你冷静点 李不兰 你想替你哥报仇啊 没错 当年你杀我哥的时候 我就想着有朝一日 能替我哥报仇 今天终于让我 得着你了 杜青石 我现在就杀了你 让你替我哥偿命 木兰 木兰 把下方向 把下方向 木兰 秋白老师的死 你一直放不下 如果一定要一命 偿一命的话 我也是杜家的人 你先开枪打死我吧 木兰 你们几个去那边 其他人滚 如果你一定要偿命的话 那就对我该讲吧 秦银 让他 木兰 秋白 我杀了他 替我哥报仇 把下方放下 怎么回事你 志华 你看清楚没有 那是杀我哥的凶手啊 我跟你说啊 现在的你 跟过去不一样了 你现在是共产党员 现在的时期呢 是国共合作时期 能这样吗 你不会不知道里边的行动吧 就算是想报仇 也不是现在 你看见了吧 杨州华一来 他挺杨州华的吧 把枪放下吧 行了 大哥 对了 有件事情你必须知道 之前我在城里看到青刚了 他跟日本人有接触 你说什么 他跟日本人有接触 怎么可能呢 真的 我亲眼所见 而且接触得非常亲密 我担心他有所行动 这样魏司令 可就危险了 我就是担心这点 所以大哥 你必须马上回去 你得跟我一块回去 我这边事儿还没完成呢 没完成也得跟我一块回去 清明 齐炳 保护我大哥 走 追逗 追逗 小心 追逗 追逗 走 灭狐狸们 追逗 志华 去撤 撤 给我来 快 来来来 快快快 走 报告 刺客抓到了吗 怪我无能 没能抓到刺客 好了 你们不要自责了 毕竟我们 是在人家的国土上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也在所难命 刺客的身份确定了吗 从刺客的尸体上 搜集的情报来看 应该是军统的刺杀队 志华君 我看 最近城里不是很太平 五天后的那场阅兵 是不是要取消 为什么 这些人 军统的刺客 能吓到我们 不不 够了 我要为帝国的勇士 开赴艰苦的武汉战场 加油骨剑 代表他们的家长 送他们一程 是 是